各位,東瑞明天起加價 民主黨十幾名成員下午就去到東瑞抗議 呼籲司機不要用東瑞 運輸處明天起會啟動緊急事故協調中心 由於天氣預告星期二可能下雨 環境運輸及公務局相信屆時交通會更加濟失 多國已經聯絡考評局 如果有太多考生遲到可以因應情況延遲開考 同時又呼籲考生學生要提早出門 六名休班警員在西貢追捕非法合警者的時候受傷 他們全部手腳拆傷送院辭理 警方拘捕三個懷疑非法合警者又檢獲利器和交索 三十多名休班警員在浪茄附近 發現懷疑非法合警者前開追捕 下一節新聞題要在10點44分 警方拘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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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警方拘捕